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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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键是人家也按教铃加薪 韩国教师更是一人人教全家不愁 不仅一事无忧 还享有子女免费上高中的福利 物质上被发达国家碾压 精神上也快被本土社会的隐形压力压垮 教育腐败 校园性侵 时生矛盾 一次次让教师沦为舆论炮灰 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口诛笔法 现实面前 近四成教师表示 人生若能重来 绝不从事教育行业 普通教师尚且如此苦逼 作为小众群体的特教们 更是得不到社会的关注 他们不但数量稀少 水平也参差不齐 很多人甚至不是专业对口任教 这也怨不得他们 我国高校特教专业凤毛麟角 即使有心报国 也无门可进 此外 相比起普通教师 特教的工作难度又大幅提升 可薪资依旧低的可怜 过半数民办机构的特教 月薪不足两千 月入五千元的 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咬牙坚持吧 他们还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和理解 正因如此 特教多为无牵无挂的单身人士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三持讲台上 千万教师如园丁一样 默默耕耘 他们奉献了汗水和智慧 浇灌一颗颗有苗 茁壮成长 而自己却无数次被刺伤 当百花齐放之时 人们只惊艳于花朵的美丽 又有谁记得 背后的 合护者呢 都给我做好了 开放会不太多 不是兴趣 就是就现在开始欣赏 我的皮刀 树里花学不会是地中 也不被考试练到 送分题都做不对 你们的脖子上 长得脑袋还是放吹 连国兵开哪儿呢 说不好念 每天就知道跟那个论文打游戏 冒险 男同志的思想 觉悟很朝前 心怀心眼不离 天生帮助女同学 老师充分 相信你们有一个长春节 来明天把家长前来 老师也跟他发展一下 革命友谊 平时学习不自觉 一到考试就梦圈 大法自卑最后强调一遍 即便投不便符号 看上学问总写 答题要等一二三四点 听你做温托把那个花子连一连 我的蓝子贵心 别吓得给我编 同学们高考就是贪吃一瞬间 跟学习不关的时间 我呀妈店 老师的老道全都花草力不偏 只希望你们都最后 可以考译的好道学